2021年9月28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政府已经在今年7月21号 撤销了紧急状态 那么执法单位在7月21号之后 在紧急状态条例下 发出有关于违反防疫SOP的法单 是否还有效呢 根据首相伊斯麦沙比利 这些法单依然是有效的 并没有随着紧急状态的结束 而马上作废 原因是在紧急状态颁布的条例 仍具有6个月的有效期 也就是到明年的2月1号 他还披露在今年7月21号至8月27号期间 执法单位共发出了 10419张违反防疫SOP的罚单 他是以书面回答国会议员的提问时 怎么说到 另一方面政府播出预算 委任首相对外特使或是顾问的做法 就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 认为是在浪费资源 首相伊斯麦沙比利就捍卫 委任对外特使以及顾问的做法 并强调他们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他说受委为特使的人士 都拥有特定的人脉关系 经验和专业知识 有速推动我国对外政经文教等各方面的合作 促进国家利益 另外针对县制首相任期10年这一回事 伊斯麦沙比利则是说到 有鉴于这涉及修改宪法 政府有必要全面以及彻底的研究 才可以提供国会 另外针对有议员提问 政府是否会基于国人的寿命延长 而考虑提高退休年龄 伊斯麦沙比利回应说 虽然政府目前没有计划提高 公共服务领域的退休年龄 但会时刻研究公共服务的改革建议 此外伊斯麦沙比利也提到 选委会将会制定防范指南 准备迎接第12届沙拉月选举 接下来同样是来自国会的消息 企业集合作社发展部长诺奥玛就指出 今年6月落实MCO3.0之后 有多达37,415家的企业倒闭 当中以微型企业占多数 占了2607家 中小型企业则是占了2738家 另外内政部副部长伊斯麦塞则是指出 目前监狱内的囚犯员工以及他们的家人 就累计确诊冠兵的这个人数 就达到了51,123人 当中就包括了9名婴儿 他说监狱局已经设立了一些临时的监狱 包括把之前国民服务计划的营地 改造成为为新监狱安置囚犯 避免原有的监狱过于拥挤而提高冠病的传播风险 接下来我们来看我国今天的冠病确诊数据 根据卫生总监诺西山 我国今天新增11,332中冠病确诊病例 其中有4个州属的新增确诊病例在4位数 首先是沙拉月以2,358宗排在第一 而排在第二的就是柔佛1319宗 而昨天新增3位数的选人儿 今天重返4位数 报1,231宗 接着则是西兰丹1088宗 那么在冠病疫情之下 在家使用试剂盒自我检测 就已经成为了另一个新常态 微省市政厅就估计 微省区内每天有超过500个试剂盒被丢弃 微省市长罗查理就提醒 大家要根据卫生部的指南 把使用过的试剂盒先放入塑料袋绑好 再放入另一个塑料袋再绑好 双重的包好之后才丢进垃圾桶 以减低清洁公有的染疫风险 今天的新闻通就给你播报到这里 别忘了要继续谨慎防疫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